如果說今天是100天線 就是看它能否守得住 是 今天這個是 實在是說今天 如果短期來說 守到100天線 再試255-254的偶證 是不是那些紅證 有機會的 這段整個一月份 我們看就真的很多東西 都是以夾暗瘡位置 轉勢 是有些轉勢味道的 那些很殘忍的股份 的確是在彈上來 但是要留意就是 不如我們遠的不要說 不要說整個一月份 大家沒有理由 不會忘記星期四 上星期四大升八百幾點 其實我們接觸很多不同的客戶 我問身邊很多人都是 你升八百幾點那天 就不是很受惠的 是 受惠 也會有些人受惠的 騰訊美團那些持有者 上年輸到飛起 那看你什麼時候進去 和什麼教育進去 所以是 如果你說你這樣說是對的 就是你如果說今年年頭 突然間四百二十幾點買騰訊 突然間 就是突然間在股底位那些 做投機部署 做投機部署得中和不中 你不會說是輸贏 就是有一個圖案去抓 是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其實很多建議是拿一些 不要說一些最當炒的 什麼韓運股 是 綠色林園 我們說是關火一段時間的 就算今年走得比較厲害的價值股 價值股 資源股 其實升八百幾點那天都不是很跟足 就是八百幾點那天是真的夾一些最殘的 最殘的股份上的 當然消息上面有改變 但是其實我們上個星期做節目 當內地將MLF都推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預料了LPR會降 是 唯一的分別 我們升八百幾點那一天 我看到有個很大的轉變 那天我都提升的 但是我都沒有想到升八百幾 九百幾那麼多 那個原因就是 內地突然間 連一些主要是內房方面 那些房地產突然間說 連預售資金都可以用 這個就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說一兩個月前 才嚴格說不要動一些預售資金 防止就是說 其實你預售資金 真的是雙面人 你的一件事 好那方面當然是說 那些企業不用那麼快爆了 但是不好那方面就是 假設你賣了房子 你和我賣了房子 我是發展商的 是 那我拿你的錢來還債 是 那最後結果會發生什麼事 我還到當然沒事了 是 還不到資金斷的時候 連客人的錢都算了 那些樓花問題 是 就更加難找人去接受的 是 那所以其實 所以你又想一下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好 升上來的時候我們永遠是想 一些東西落估 降LPR 會幫到手 但是問題其實現在 只是說的是類似 是終極一波 是 所以指數會不會終極一彈 是 其實是有機會的 是 另一方面科技股 也有消息的 就是出了一些互聯網平台的政策出來 那天我都有做 星期三收市的時候 都有些訪問來問 究竟怎麼看 是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都是科技股 我都看淡的 是 但是問題就是 我在一個淡友的角度去看一份 真的雞蛋去挑不到太多骨頭 是 我真的想不到 好像這些東西都是預料的 是 所以我都說這個很難當好消息這樣炒的 但是我覺得 的確不是一些很負面的東西 但是其實 我自己又想一瞬 站在淡友的角度是這樣看的 是 站在好友的角度上 沒有壞消息就當好消息這樣炒的 是 是 所以炒了浸常力 這問題就是 到星期五晚 你見到就是 還會有很多 相關監管的因素出來 所以開始市場上面 有些不同的大行報告 或者經濟非購 然後好像大摩都說過 其實中資股未見底 就是開始有這些聲音出來 所以你說短線 可能我會這樣說 短期看一百天線工房 是 就是做大 短線來說 可能這些位置直播很高 但是我們永遠不敢搏 是 就是你這樣夾得這麼厲害的情況下 可能再夾多一層 是 如果只要你做淡 不是做一些很高槓桿 是 我們覺得7500 兩倍 最盡兩倍 那指數這樣夾上來 一式 你也是輸兩式 是 那我覺得都還在那個 風險化碼裡面 當然大家最喜歡搏那些什麼 紅症 潑鈴 全部都是三四五六倍槓桿以上 是 短線不會那麼搏的 是 除非真的再失手 一百天線才去想 但是那些東西是否轉勢 我真的還有一個很深的問號 是 所以我覺得 未來你的市況上面 唯一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 可能我們過去一年都說 炒股不炒市 因為市況就 很多重磅股不可以的 但是現在就反過來 可能真的是炒市不炒股 是 如果做一些短炒投機部署的話 玩行止 可能還有一個直接幫助的方法 因為那個分別就是因為 去年我們經常都說市況 相對比較窄的 最壞的時間窄到不得了 我們說不要做事 但是因為市況不是太闊的關係 你炒股不炒市 命中率會比較容易 例如去年可以炒航運股 綠色能源股 新能源汽車等等 但是今年 你見到當消息市場 有一個想法 最壞事件是這個 那就要炒一些科技股 要炒一些內房股 那些基本面上 很難真的去支持 或者我們怕大家更得不足 所以短線來說 在投機方面 指數可能會變得相對比較好 但是做投資部署 我覺得其實是好的 你可以做一些中線部署 譬如你真的覺得 你有個信心 我們這個月都有說過 你有個信心 買一些科技股 那不是不行的 你可以分很多柱去吸納 那現在的消息好一點 分別會是怎樣 你都是一樣分柱 但可能之前我看得比較淡 你可能用整個2022年的時間 才分柱 分12柱去買 那現在的目標就是 可能上半年收集完成了 你問我們是不是港股 見了底部 今年見完底部 從頭升到尾 我真的覺得沒那麼樂觀 化房的問題 科技的問題 可能有機會在第一季尾段的時間 一直反映出來 所以短線來說 先炒線不炒股 短線來說 看一百天線是否受得住 受得住的話 還不排出 有機會再向上衝一陣 是 24600 就是那個關鍵位 一百天線 大家留意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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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